大话成语 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宋明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 叫做 龙香虎步 东汉末年 汉林帝驾崩 汉少帝继承王位 这汉少帝当皇帝的时候 只有十三四岁 大家想一想 十三四岁在现代 就是个国中生 小屁孩 他能当皇帝吗 我有一个师弟叫张雁廷 他就是国中生 大家看看那个样子 可以当皇帝吗 别说他了 我都不行了 所以必须有人辅助他 他的母亲何太后 就干预了朝政 可这个何太后 还是觉得不安心 怎么办呢 他就拉拔自己的哥哥 何靖当了大将军 这何靖当了大将军之后 还是觉得不太安心 感觉到一种威胁 什么威胁呢 坏怪 有一点历史尝试的人都知道 在汉朝末年 宦官同地为奸 形成了不小的势力 这何靖就觉得呀 这些宦官到处结党营私 迟早会成为我们汉朝的隐患 得尽早把他们给斩除了 可他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怎么办呢 他就想把京外的一些军队 调进京兰 协助他把宦官都给斩除了 他就把这个想法 跟他的手下陈琳说 陈琳啊 我想把京外的一些军队 什么袁尚 袁术 董卓 都给调进京兰 协助我把宦官都给斩除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陈琳一天 大将军 此事万万不可呀 您现在掌握着皇族之权 又掌握着军队大权 可以说是龙襄虎不亡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您可以像骏马一样高王着头 像老虎一样迈着雄剑的步伐 自由地进出朝廷 所有人都得高看您一眼 身世如日中天 没必要去把京城外面的军队都给调进来 您想啊 要是那些军队进来了以后 不走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您又该如何处置 很可惜 最后何静没有听见陈琳的剑人 他还是写了一封书信 想把京外的军队调进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封信被宦官的首领拿到了 这宦官们一看 情势不对啊 就抢先一步 发动了政变 把何静 宰了 何静一死 朝廷大乱 董卓一看 有机可乘 就带着军队杀进京城 形成了董卓专权的局面 龙香虎步这个成语 来自于陈琳对于何静的剑人 形容人像骏马一样高昂的头 像老虎一样迈着雄剑的步伐 那样昂首阔步 气势非凡 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 结束